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到1895年初 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为期三个月 从1895年1月20号到4月27号 主要发生的战役是两次 在海上危海之战 在路上辽东战役 我们先看一下危海之战 危海之战大概在教材上可以看得到 198面 写的比较简单 因为这场战争的话 是北洋战队的最后一战 所以我这里稍微详细一些进行解除 先我们看一下危海的地理位置 它是在山东 跟女生大连 恰好是对角线 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一个 作为一个尊岗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 位置 情况 非常适合作为一个尊岗 在旅选口被更下的同时 百洋战队 新夜撤回了危海 因为这是百洋战队的另外一个基地 当时还有六艘军舰 没有修好 正远号 就没有修好 结果连夜就开回来了 开到危海 这入口的时候呢 出交了 所以这个正远的话受伤无法作战 啊 当时那个广代 林太宗 自杀了啊 危海港内 开来的尊舰 就主要是七艘战舰 定远 正远 来远 近远 吉远 平远 广 当然还有呢 六艘小炮舰 正中 正拿 正白 重当正西 正边啊 还有两艘练习舰 于来挺对 十多艘 李鸿章下令军舰 开到这里面来 目的就是要保存百洋战队的最后的实力 那么能不能保住呢 最后证明没有保得住 为什么 金日昌当时的想法就是 要保住可以 那么必须呢 足力防守这一块 危害的后路 当时 就向朝廷打报告 就说你要把那个山东这一块的那后 危害的后路啊 也调派重兵防守 但是朝廷在当时的想法是 金鸡比这里更重要 所以都去拒绝了他的要求 好 这一类的话 危害实际上的话 这个路上的防守力量不强 地域长所至今的水路相依 倒守北洋海战的计划 实际上等于是少掉了路这一块 有 那么危害之战 分为了三个阶段 从1895年1月20号 欲均 狗原市 从危害的陆路进发 在哪里呢 隆城 在这里登陆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危害的后路 在隆城的隆西湾 进行登陆 当时日均有三万多人 还有3800多匹的马匹 用了五天时间在这里登陆 但是清军没有多少反应 让他就登陆了 登陆了以后 日均包抄危害号路 在30号 跟打南岸炮台 南岸炮台的首军 是刘超佩 所率领的3000兵马 这个人的话应该说还算比较勇敢 进行了拼死抵抗 丁雨昌的话呢 也调派了北洋舰队 来进行炮虎支援 所以的话呢 这里进行重创了敌人 甚至这个日均的主义舰队司令官 主义 主义队的司令官都被打死了 但是的话 由于敌军数量太大 所以这个南岸炮台 守不住 最后丢失了 日均在向南岸炮台发起进攻的同时 也在海上发起了第一次进攻 但这次进攻的话 被北洋舰队打败 二十三号 日均又发起了第二次海上进攻 这次海上进攻 北洋舰队取非常危机的状态 为什么呢 南岸炮台丢失了 然后日均就可以了 在这里架炮 日均在跟上了南岸炮台以后 又派兵跟打了危害卫城 继续向北岸炮台进发 北洋炮台是在戴宗谦的率领之下 防守 但是戴宗谦这个人的话 平时刻刻尊小 所以士兵臨不听命 看到这么多日均跑来了 马上就了 快中了 他说跑了 戴宗谦呢有羞愧自杀 所以北洋炮台迅速就落入了敌军手中 在此之前啊 丁玉昌就想到这个问题 万一北洋炮台又舍不住怎么办 他那里还有很多弹药库 有大炮 到时候对于这里的北洋舰队构成威胁 所以派赶死队去想炸掉这个北洋炮台 当时的话呢没有来得及 所以玉昌占了北洋炮台南洋炮台以后 对着北洋舰队 尊港里面进行轰击 所以非常危险 不过的话呢 北洋舰队还是努力防战 努力防战猛烈反击 击中了日军的两艘尊舰 这个炮战打了一天 玉昌始终没有能够靠近危害港内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纯属是北洋舰队跟玉昌海陆同时进行竞争 2月4号到2月7号 24号的夜晚 玉昌 派人将这个蓝口 这个蓝霸把它炸掉了 北洋舰队原来的话 用铁链把这个佛雷 成雷 把它呢 连起来之后 炸了一个蓝霸 玉昌的话呢 把它炸了一个缺口 然后呢 派鱼轮艇释放雷 进行偷袭 结果的话 丁女员不信众美搁浅 只能做水炮台了 所以北洋舰队的话呢 战斗力受到了严重虚弱 日本司令官一等落横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以为机会难得 于是下令进行第三次进攻 日将22艘尊舰阶 同时从南北两口释放炮弹 但是北洋舰队呢 奋饮反击 日舰无法接近 在26号凌晨4点 日舰再次顾忌穷尸 派鱼雷亭偷袭 结果这一次又得逞了 来远舰 众水雷轻浮 练习舰 威远 饱伐舰 众鱼雷沉默 那么这个来远舰和练习舰的威远舰 到第七号 早上 日舰发起第五次进攻 准备跟打流行岛 准备捡捡捡捡北洋舰队 但是仍然遭到顽强抵杠 日期舰松岛后被击震 随后又有四艘日舰被打伤 敌人的弃业受到了处册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北洋舰队内部发生了一件可耻的事情 丁宇常看到日舰 老是施鱼雷把我们的证件搞坏了 于是他呢 也就想派鱼雷艇队去偷袭鱼雷海军 就派了鱼雷艇队从这个白口跑出去 结果的话呢 这个鱼雷艇队的队长王平 跟其他的舰长一商量 打不赢了 反正我们跑吧 于是的话就跑了 日舰看到这么十多艘鱼雷艇冲出了海口 以为是来根据自己的 吓了一跳 后来发现不对 他们从另一方面跑了 于是的话就知道是逃跑 于是呢 就去追 最后把这些鱼雷艇呢 全部殲灭了 把这殲灭了 这样一来北洋舰队实际上呢 取了更加危机的状态 更加危机的状态 第三阶段是2月8号到11号 这个时候日舰的话呢 是采取了围攻的态势 促使北洋舰队内部发展变化 2月8号 港内只有五艘军舰有一定战斗力 寡不敌政 在炮战过程中 禁远后多出震荡 此时北洋舰队内部发生变化 陈春的兵彬 又向丁宇昌 愧求 该以生路 丁宇昌就跟他们说 11号之前 我们废有生路的 然后他为什么有这个小孩呢 就是他派了人秘密求动 到岸上到烟台去求助 去求助 结果的话呢 最后等到的结果是 李洪隆到11号的时候 打电报告诉了他 你们自己冲出去吧 实际上冲已冲不出去了 所以就是守而无望 冲也无望的情况下 丁宇昌呢 就下令炸陈 郑远后 但是的话呢 没人执行 丁宇昌就慌了 最后的是 自己 吞鸦片自杀 吞鸦片自杀 其他的一些舰长们 包括刘布禅 在此之前 自杀 郑远后的临时的管带 杨永宁 自杀 刘布导守尊 统领 张文轩 也自杀 剩下的一些人的话呢 就在洋人的这个 倡议之下 假借丁宇昌的名义 起草投降书 最后的话 投降了日本 北洋舰队 十艘尊舰 落入了日本尊舰的首 日本的海尊手中 这十艘尊舰 包括 郑远 吉远 平远 广 郑东 郑中 郑边 郑西 郑南 郑北 实际上的话呢 很多都是小炮舰 小炮舰 北洋舰队 致辞 全尊覆 全尊覆 那么 北洋舰队 为什么 非失败 在这里全尊覆目 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李鸿章 划了这么多年 划了这么多银子 最终划了这么一个结局 为什么 你们的教材上是谈到了 是李鸿章下令 李鸿章 保全 必敌 对吧 那么这个策略 对 还是不对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 杨树林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中日他海军的实力 都是差不多的 并没有山山太远 这个时候的话 还差不多吗 到威海港内的时候 还差不多吗 这个时候的话 北洋舰队的主力作战舰 实际上只有五艘能够打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不守住 不被敌保全 那该怎么做 跟郁君决于死战 打得赢吗 打不赢 李鸿章等人的想法就是 保存的这点实力 至少可以来 起到威慑的作用 威慑的作用 那么被敌保全的策略 到底对不对 你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即使丁尔昌他们的想法 是这样的 我刚才说了 他就是想啊 这个被敌保全 保存实力 至少有威慑 那么怎么才能保住呢 这里 也就是了 威海陆陆必须少住 但是最终 水路相依 漏的话 没有能够呢 支撑水 所以最终导致了这个战败 所以我认为的话呢 这个保全的策略 并没有错 关键是 鲁虎宝的问题 鲁虎宝的问题 这是威慑战役 那么 在路上呢 还发生了 辽东的战役 1895年初 鉴于淮军 在路上接连失败 光水皇帝 决定启用乡尊 兵令两江总督 刘坤一 做钦差大臣 统领前线的尊队 由佛兰逊府 吴大臣 怀军主将 宋庆 作为 副将 东征 当时征兵六万 出关至今 这也是 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兵 但是同样失败了 时间只有三个月 只有三个月 那么是不是刘坤一等人 作战不勇敢呢 是不是清军的士兵 作战不勇敢呢 不是的 在这些战役里面 襄军 淮军 一部分 都是非常勇敢的 你比如说 在牛宗战役的时候 襄军的将领 魏光涛 他带领的部下 跟日本人作战 损失够半 伤亡够半 你想想 不经过激烈的战斗 是不可能的 在干瓦赛 在田台庄 都是 但是 进行了激烈的战争 但是最终都失败了 这些战役的话 具体的构成 不准备独角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应该说 清准士兵 表现还是勇敢 还是勇敢的 到了三十分的时候 辽东战场基本结束 也就是说 辽东半岛落入了日军之手 不过此时 日军 也没有继续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因为日本的国内兵力财力困难 再加上国际关系的变化 所以御军的话呢 决定跟清政府进行谈判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战局的最穷一个阶段 谈判 清政府 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 大家所熟悉的 莫过于李鸿章 在春发楼进行的谈判 对吧 但实际上 除了这一次职位 还有两次 也就是说 马瓜 议和之前 还有两次 一次是 德彻林的议和 一次是 张英法 邵有年的议和 当然第三次就是李鸿章的议和 德彻林 这个名字一看就知道不是中国人 那么这个人 为什么 会到日本去代表中国议和 他的议和的结果怎么样 我们 来了解一下 德彻林 德彻林 是这么一个人 他是一个什么人呢 是一个英级德国人 在天津海关当任帅务司 是李鸿章的外交顾问 在1894年 十一月中旬 清政府因为前线失败 所以总理员们 就邀请了英俄德法美五国公使 请他们分别 致电本国政府 希望挑衅 但是又怕呢 来不及 于是就派了张英凡 到天津去跟李鸿章商量 我们是不是可以派人到日本去 直接进行议和了 李鸿章认为 这个时候日本 正是取智德义马的时候 冒然派人去 恐怕会遭到日方的欺漏 所以就决定呢 选派自己的外交顾问 田津海关税务司 德彻林进行实探 派他去实探 十一月二十二号 德彻林 到达日本 四天以后 兵库县的知识 招不公平 接待了他 那个德斯林就跟 兵库知识说 我想见伊藤首相 我是代表大清 狗活来的 李鸿章给密信 要递交给伊藤首相 但是的话呢 最终日本政府采取了这么一个政策 这是当时外交首相 外交大臣 给伊藤博文写的意见 他这个意见很明显就是要拒绝 对吧 这是为什么要拒绝啊 这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啊 啊 那么 伊藤博文的话呢 他 踩烂了 露奥中共的意见 直接了德斯林的救护 说德斯林不是正式的代表 日本不便于义 这当时啊 有人就说这是个其他 德斯林是贸然而来 畅原而谎 世人皆以为其 好 这是关于德斯林的议和 你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日本政府正式答复 正式答复 说你不够格 你别跟我来 啊 那么在这个德斯林去试探的时候 日本政府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说呢 你要了议和 必须派 亲政府的正式代表 才能议和 而且他要有声望的中国人 所以呢 回来以后的话 就跟李洪章一反应 再加上在1895年初 中国 遥动霸脑 前线啊 就是李洪呢 这地方都失手了 新政府的担心日军 趁机会更入经济 于是他决定呢 正式派代表到日本去求 这一次派的话呢 派了这两个人 上面这个叫张英华 下面这个是湖南省府 邵永连 派他们作为全城大臣 但是当他们到达日本以后 日本 直接认为啊 他们职位不够 全权不足 说中国派这样的人呢 没有诚意求佛 所以不便接见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当时这个 陆澳宗刚 这个声明 说你们这个全权 不足 全权不足 所以的话我不跟你谈 不跟你谈 那么到底这个全权足不足呢 我们对比一下 中日两国全权大臣的 证书 一个是拿了皇帝的诏书 这个也是皇帝的诏书 那个上面是说呢 要听节制 要随时报告 这个上面的话呢 实际上也讲到了 要倾家查阅 土善了我才批准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日本 在这里 故意刁难 在这个张英凡少友连 谈判的使团里面 有个魅属 就是大家熟悉的武庭芳 一堂柏文 私下就跟 武庭芳说了 如果中国真正要以和 你就应该派了 龚青王或者李鸿章这样的大员 带出适当的委任葬 也就是讲可以商谈 可以决策 朝鲜独立 北卡 各地 他商业 这么一些权权 你就可以了 这些是张英凡他们的议和 因为顺便说一下 日本呢 在这里还是不按国际规则办事 张英凡少友连他们在日本期间 日本政府禁止他们与国内同一间 并且的话呢 羞辱他们之后 强令他们必须立刻离开 所以在24号的话 张英凡等人 之后呢 离开了日本 为什么日本政府不接了 这二人的救活呢 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找这么个岔子呢 一个借口呢 不直接议和呢 实际上的话是 日本政府认为 这个时候以后 还不能达到他的了 要求 不能达到要求 好 这两个人的话呢 飞来了 飞了以后的话呢 在辽东战场 中国又战败了 这个时候是战手无策啊 光鼠皇帝也没有办法了 本来是既往相争能够打赢 结果也没有打赢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清政府就决定呢 按照日本的授意 指派李鸿章到日本去 那为什么不派公钱王去啊 公钱王年老 躲避 这个时候他快要死了 那么李鸿章的话呢 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他也到日本去 议和 他会愿意去吗 假如你是李鸿章 你会愿意到日本去议和吗 如果愿意 如果去的话 那么你必须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啊 啊 这避雨 避元的话 去议和是要赔款割地的 对不对 谁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呢 李鸿章愿意吗 他肯定也不愿意 所以李鸿章去议和之前 首先就给 朝廷 也就是 见见光顺皇帝 提了一些要求 那就是说首先你这个各地 你必须同意 你不同意的话我去而明 当时朝廷内部主战派 温腾和 他就不同意各地 不同意各地 李鸿章就说那你跟我一起去吧 温腾和说那我不等外交 那我老不去 实际上这个是各地的责任 谁都不愿意承担 李鸿章要求明确谈判的权限 当时军机处和总理们 就往皇帝身上推 说你去找皇帝吧 皇帝说 这个叫太后授权了 慈禧太后说 我肝病复发 什么事情都是皇帝处理 你去找皇帝吧 实际上这批丘推来推去 最后处理的办法就是 公秦王出面 以口头的形式 告知李鸿章 说你可以勾地 给你全权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1895年12月16号 李鸿章带着随存 135人 到了日本 甚至连这个做饭都带过去了 为什么呀 因为李鸿章他说 我不到日本上 不去住他的旅馆的 我就在泉上 当然这个还是住在日本旅馆 这个李鸿章 在马光调约谈判的时候 他是不是一个卖国责呢 我们来具体来了解一下 谈判的构成 这是谈判的这个情绪 大概谈判分为三个阶段 在3月20号进行了第一次费灭 这个费灭的话呢 都是非常平和的 没有见证八路的 大概就是一个问候 老朋友嘛 他们实际上的方式 是吧 整21号进行了第一次费谈 这一次费谈的话 是进入正式的谈判 那就是了停战条款 日准提出要占领大公天津三海关 中国的军队交由日本保管 天津到三海关的铁路由日元管理 停战其内日本的军费由中国复旦 这个条件很苛刻 所以李洪中不敢接受 不敢接受 3月24号进行第三次谈判 李洪中就说 那我刚才不跟你谈这个停战了 刚才你直接把以后条件提出来算了 日凡的话答应第二天把这个条款拉出来 好这次谈就谈完了 谈完了李洪中就从谈判场所回他的住所 回他住所 结果在路上的话呢 遇到了一个日本浪人 叫做小三分太郎 在路上自杀李洪中 把他的这个左洋骨这个地方打伤了 流血不止 好这个事情使日本政府很狼狈 因为这个使节跑到一个国家被自杀 那是很严重的事情了 而且万一李洪中重伤回国 这个谈判也搞不了了 所以马上看到的这个呢 第一可能机会大大 所以就赶快一面去安抚李洪中 甚至这个日本的天皇的皇后 还专门去慰问 一面的话呢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改变 改变这个谈判方针 先接受中方的这个停战要求算了 在3月26号 洛宗光是李洪中的塔前 答应日本政府无条件投行 这个停战21天 三少 双方签订了停战条款 有人李洪中受伤 秦政府的话呢 就让他的儿子 具体负责谈判 于是的话就双方 谈这个问题 日本政府把议后条款提出来 这个条款的话 比后来我们制作的马关条约要苛刻的读 比如说通商口啊 开七个 包括北京 湘潭 和吴昭 要开放 赔垮三亿 隔让 奋田南边 这个条款很苛刻 李洪中表示不能接受 朝你来一个长篇说的修正案 就是说呢 我不能接受 我应该怎么做 到4月10号 李洪中自己恢复了 于是亲自谈 这次他的话主要是就赔款各地问题 进行讨价访价 日军 日风提出了 两亿两 但李洪中说 还要见 台湾不能呢 进行他骂 不能进行他骂 但是伊藤布文的话 以战争相威胁 那么李洪中呢就把这个谈骂的结果 打电报告诉了朝廷 群政府就告诉李洪中 如果事情无口在上 那么你就 看着办吧 结果这个电报的话 又被日本人破坏了 知道中国政府的他妈底牌 李洪中虽然还要想做最后的努力 但是在 四月十五号 第五次废谈的时候 得到的答复是 只有 是 还是否 两个字 所以最后没办法 就之后了 去福 四月十七号 在春方楼 在春方楼 举行签字仪式 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马关条约 或者春方楼条约 这个条约 签订标志主甲午战争 最后呢 结束 那么马关条约 到底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对比一下 南京条约的内容 看一下 可以归纳为 一场二亿三道四步 当然还有其他的内容 这个具体的内容在你们教材上有 所以不准备读讲 那么这个条约给中国 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标志着中国 半殖民地 半分件社会 程度大大加深 因为它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领导主权 开创了一个呢 整审整审过让的先例 而且引起了列强的瓜分 清政府的话呢 有主债等等 最后的话呢 财政经济命脉被列强所控制 其中还有一条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开设工厂 这是以前没有的 这实际上是满足了帝国主义 的要求 日本这个时候的这个资本输出啊 实际上不是很多 主要是为了满足英国等列强的利益要求 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求 这个走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好 关于马光条约的这个影响 我们不准备多讲 因为有后面我们还要谈到 加入战争的影响的问题 马光条约签订以后 紧接住 那就是割让台湾 我们来看一下战后的割台 与反割台的斗争 马光条约规定 割让台湾给日本 这引起了举国分开 朝廷内部 纷纷指责李鸿章 台湾的民众 示身也纷纷打电报 给朝廷要求改变 或者说了 要拒绝承认这个条约 决心要誓死抵抗 鉴于民众的强烈抗议 当时台湾巡抚唐锦松 给朝廷打了二十多次电报 要求改变这个决策 但是朝廷置之不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台湾民众怎么做呢 他们做的第一个主动 那就是了 成立台湾民主国 台湾民众知道 无口返回的情况下 以秋风甲为首 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 5月25号 正式成立 年号 农青 从这个年号大家可以看得到 实际上他不是老独立 对吧 那么从他的国旗 你也可以看得到 是指甫 中国清政府的国旗是什么 龙 这是有关联的 然后他这个头的话呢 是低于尾巴的 实际上表示是臣服 臣服清成 台湾民主国成立以后呢 那么 推举唐锦松 主总统 秋风甲为副总统 且 抗日叶恩尊的统领 台湾总兵 刘永福 为大将尊 知行自救 这是台湾民主国的成立 那么对台湾民主国的成立 我们应该怎么看 一 他是不是搞分裂 显然不是 他是 在被迫的情况下 为了反侵略 反投降的一种财物 是被迫自治 第二个问题是 台湾民主国是不是民主共和国 不是 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他实际上是指的 台湾人民的自主 不是一种国家形态 不是国家形态 好 台湾民主国的话 成立以后 领导了台湾民众 反对日本侵占台湾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李津峰过台 为了履行 条约内容 清政府一面下令 在台湾的官员撤离台湾 另一方面呢 任命李津峰为隔台大臣 霸礼台湾交接事宜 但是的话呢 李津峰呢害怕台湾民众 所以不愿意接受 说自己要养病 啊 最后的话呢 这个朝廷 就 就 告诉李洪章 这个事件 只能是李津峰去翻成 所以在清政府的再三命令之下 李津峰才不得已出发 但是的话 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这个 人身安全啊 所以的话呢 不敢登台湾岛 在六月二号 在吉人港内 遇见 也就是这艘转舰上 与台湾 所谓的总督 划散自己 大礼交接 啊 这个人叫做划散自己 在日准接收台湾的同时 派军队进攻台湾 由于唐锦松 和在台湾的大小文武官员 纷纷撤离 所以日本军队没有花多少手脚 就占领了台北 六月十七号 划散自己 在台北宣布 成立台湾总督府 从此以后 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 殖民统治 但是日军接收台湾 民众不抬 台湾的民众不答应 于是的话呢 就出现了 台湾民众 抗日的高潮 这是台湾人民 反国家斗争的形势头 那么这个反日的武装 在跟日本人作斗 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台北进行 主要是在1895年的六月至八月中旬 作战的主要战役在新竹地区 新竹地区 第二阶段 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下旬 主要作战地在台中 在台中 主要战役是在张法战役 九月下旬至十月下旬 战场主要在台南 至于台湾民众的这个具体的抗战构成 在教材上讲得比较清楚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 比较详细的介绍了 这里不准备多讲 到十月下旬 整个台湾 陆入了日本人的手中 日军虽然占领了台湾 但是的话也付出了代价 日本动营了两个师团 和一个凤城支队 共七万人 历时五个月 死亡4800多人 伤病2.7万 经过师团伤亡过半 所以比这个江武战争期间 跟清政府 针对作战 伤亡的人数还要多 这个境外师团的团长 司团长 都被打死了 这就是说明台湾村民的这个斗争 沉重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反过的斗争 在中国人民反对未来侵略的历史上 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好我们这个 家务战争的基本经过 今天就走到这里 五位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